配合加强防止新冠肺炎的传染状况 财政部为了避免人潮聚集增加染病风险 在5月份要开征的综合所得税 延长纳税义务人申报期限是到6月30号 另外南区包括了育理、妇理、卓西、瑞税四乡证公所财政客 也有配合民众所得税申报服务 为了配合全民一起防范严重特殊传染性的肺炎疫情 财政部为了避免人潮聚集增加染病的风险 5月开征的综合所的税延长纳税义务人申报期限到6月30号 今年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我们报税的期间延长一个月到6月30号 那我们也为了扩大服务民众 我们在5月1号6月22到6月24 6月29到6月30 我们都有中午都有加班收件 那在5月1号到6月30号 我们延长加班收件到晚上的7点 华临南区因为地区狭长 幅员辽阔玉里、布里、卓西、瑞税四个乡证公所的财政客 也有配合民众所得税申报的服务 玉里基针所主任也提醒民众 好好的把握机会就进来申报 本所的辖内玉里、副里、瑞税、卓西等四个乡证公所的财政客 也都有配合提供民众所得税申报的收件服务 那民众也可就进来办理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众多的产业营运 个人或是盈利事业连带受影响 防疫期间 基针所除了提供零贵缴款之外 也有多元缴纳方式提供民众选择 包括税额2万元以下可以到便利商店以现金付款 或是信用卡、晶片、金融卡、在网络的转账、自动贵源机、ATM转账等方式来缴纳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